Hello guys 歡迎來到Nekko的2020年年度計劃 在開始進行2020年的年度規劃之前呢 我們應該先來回頭看一下2019年我們做到了哪些 以及沒做到哪些 我們才能接著下來規劃2020年對吧 因為如果這邊沒有做到的話 理論上要把這邊的目標騰過來繼續努力 沒有人告訴你你做不到之後明年就不能繼續啊 好嗎 第1下目標呢 休息 睡眠正常6小時 放鬆生活 還有運動習慣 嘿 通通沒達標 再一個自我成長的頻道這實在是沒有什麼好開心的 我覺得我今年不但沒有休息到 而且我12月已經近乎過勞死了 你們現在還能看到我在這邊 跟你們大放厥詞 真的是 三生有幸 是我三生有幸不是你們三生有幸 嗯 這其實是要值得反省的地方 因為我沒有料到做全職youtuber之後 我會這麼忙 那其實我這麼忙的最大因素是來自於 我對於金錢的焦慮 因為他沒有穩定收入了 所以我接了很多零散的case 這邊做一點那邊做一點那邊弄一點 然後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做了什麼東西 這其實對於人生規劃以及生涯規劃 是非常非常傷的一件事情 沒有任何效益 就是零散的 你能想像一個人一天到晚在打零工嗎 我現在就感覺是我在youtube上面打零工那種感覺 這件事情不可取 不可取我們就要改進 接著是 2019年我希望增加評論以及目的性的vlog 還有變美的紀錄以及學習文化這件事情呢 我覺得我都有做到 學習文化比較微妙一點點 出了一支京都的vlog算是學習文化嗎 其實我本來是希望增加更多的旅行的vlog 每次到一天到晚在打零工 每天24小時 大概會有18小時是坐在電腦前面的 這怎麼可能去得了哪裡呢 跟我想像的不一樣 就是我以為當全職youtuber之後 會有比較多自己的時間 我會比較多安排 我可以睡到自然醒 我可以有更多的free time出去走一走 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 完全不是 如果你對youtuber這個工作還有什麼奇妙的幻想的話 完全不是 除了這一點以外 我覺得我2019年的進步幅度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對吧 不要回頭再去看我2017年跟2018年的影片了 真的就是一個慘子 內容上來說口條不但進步了 我覺得視覺畫面跟調光那些也進步很多 至少是在我這個房間 這個環境底下能夠做到的最好了 那我覺得像我這種比較重視內容的youtuber 其實不太需要在意燈光那些東西 當然有做到是最好啦 就是品質這種東西是會一直往上疊加的 但根據我在youtube打滾這麼多年 我發現影片品質越往上 你的效益其實是並沒有跟著往上漲的 到底在這個平台上 需不需要追求到跟電影或是電視一樣等級的攝影棚呢? 我個人覺得暫時是不需要 可是未來有朝一日會不會需要呢? 不知道 那完成線上課程這件事情就有點尷尬 因為我以前原本是希望把一些BS啊 或者是一些互動的web 我其實買的都是那些東西 今年我發現我不需要再去看那些東西 我就比較少看 但是我有完成一堂就住鞋開的線上課程 是跟資料整理有關係 後來我發現他的那一堂課 跟我自己在分析我自己的課群 還有我後來在整理資料 其實真的有一點幫助 也算是完成線上課程了吧 畢竟那個也是花錢買的 謝謝謝謝囉 那接著呢是不消費的一年 不消費的一年我其實有很多心得 而且關於不消費這件事情 你們是不是以為我失敗了? 對我失敗了 呵呵 可是我還是拿出一個不錯的成績單 就是雖然沒有到100分 但是我有做到70分鐘感覺 這個因為很長 我們就留到 等一下再說 我們先來把2020年的計畫完成吧 2020年我選用的手帳是這一本 那我挑中它的最大原因 只是因為它這邊可以放一個照片 或是自己的明信片等等的 2020年最大發生的事件 大事記就會在這裡 應該沒有意外的話 會是我的婚紗照吧 那如果意外的話 可能會發生其他的照片 希望不要 這本手帳我真的蠻推薦 大家可以去試用看看 我現在目前用過 我覺得很棒 它除了這種一整個月份的行事曆以外 它還有這種一週的行事曆 那一週的行事曆 我自己是最常用的部分 而且我自己覺得 這個東西拿來做子彈筆記 更好用 那關於手帳的東西 也許之後我會再出一集 我自己用的手帳的記錄 嗯...不算太專業 但是就可以拿出來分享一下 我會看情況 手帳有點像是我的日記 所以裡面有一些比較私人的東西 我不見得會全部跟大家分享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用手上的心得 2020年提醒我 首先呢 2020年的to do list 我跟往年定目標的方向 會有點不太一樣 我發現大家後來在定目標 會譬如說一個休息啊 或是要完成什麼事項啊 會比較抽象一點 而且都是以最終目標來做導向 那2020年我比較不會想要這樣子定目標 我比較想要定一些我想完成的事情 然後讓這件事情也許可以帶著我走 whatever到哪裡這樣 第一件事情就是我會新增一個系列的節目 叫做 每月三件事 它會是一個像vlog型態的紀錄 如果之前有follow我的人就知道我非常喜歡看Mazia Mazia以前就很喜歡在每一個月的月初 寫下它那個月要做的三件小事情 這三件小事情不見得會很厲害很厲害 譬如說它可能只是學一道新的菜 或者是手動DIY自己的手機殼 像這樣很簡單的事情 我還記得它有一個月是去做陶土 捏那個陶土然後去燒陶土 做了一個自己的花盆 然後那個東西就現在變成它自己的線上品牌 它現在有在賣那個花盆 你看起來只是每個月的三件事 好像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也許會透過這三件小事 找到未來我有可能不侷限於在YouTube上的大事 還記得我們講過的原子習慣嗎? 每天只要多0.01 一年之後你會比自己更好更進步 0.37 累積下來的那個效益其實是很驚人的 我自己是覺得 這件事情我想要來挑戰看看 就是每一個月只有一支 所以這一年下來就只有12支 它會固定在我的頻道變成一個系列 第二件事情呢 學會正視自己的價值 而且做出價值的內容 我現在在做頻道其實比較像是任性而為之 我今天開心分享什麼就分享什麼 可是2020年我想要給自己 更專精的規劃內容這件事情 尤其是價值內容 我覺得我應該是要開始思考 我能提供給你們什麼 那包含Instagram跟FB的經營 我覺得都應該要朝向這種比較有內容化 有系統化以及品牌化的方式去經營 不再是把自己當成一個個體戶 而是把自己當成一個品牌的感覺 這件事情其實非常難 因為你要做一個品牌 其實是需要一整個團隊的 那你們也就看到我就一個人 我從剛出社會的時候 就一個人把自己當成一個團隊在操 所以暫時理論上 應該是可以 但是我還是會找人來幫我 就接著看下去吧 延伸第二點 導致第三點呢 我會開始做 方格子計畫 我會在方格子上面開一個我自己的平台 那為什麼我會選擇方格子呢 是因為方格子這個地方 它有斗內的系統 而且它的斗內系統非常的自由 它可以選擇你今天是要一次的贊助 還是每個月固定贊助 跟YouTube的VIP會員有一點像 因為曾經有一些小貓跟我反映說 他們希望給我更多的資源 但是不知道怎麼樣的贊助我 那在方格子這裡 你們就可以用那邊的管道去做進行 而外的是 因為我想要做一些我自己產出的內容 不再只是把書本上的東西整理過 放上去而已 有一些自己想寫的東西 就像東西吃多了 總是會想要拉一點屎出來 大概是這種概念 只是我希望我拉的不是屎啦 還是希望我能夠提供有價值性的東西給大家 有可能是影評 有可能是想要書寫一些什麼 這些東西都有在規劃 也就是比較偏向文字跟閱讀類的東西 會放在那邊 2020我會把重心偏向在觸角延伸 而不是專注在這裡 我現在就很怕這裡 萬一不行了 我就跟著不行了 所以我想要把自己的領域做廣一點 我曾經說 最大最大的希望就是 不侷限在這個方框裡 如果我要踏出這個方框 必須要走出舒適圈 2019我做的最勇敢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走出我自己的舒適圈 沒道理2020年我會呆在自己的舒適圈裡 掌聲鼓勵 接著下來我們來聊聊不消費的一年吧 就是這個2019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大概算了一下我的收入 我的收入大概只有我之前有兩份工作的時候的三分之二 沒有到完全然的一樣 那你說這樣喘不喘呢 有一點 因為收入是三分之二 但是你的支出幣沒有改變 你還是要付水電費有的沒的 那待在家裡的時間變多了 說真的我的電費還變貴了 這段時間下來到目前12月呢 銀行的存款是6萬塊錢 登登 去年的這個時候我的銀行存款是零 零 零 現在居然還有6萬塊 我真的覺得我進步了很多 其實我零零種種的花費 今年還是有買衣服 一些啦 就是不可能不買嘛 就 就 女 女人嘛 不可能不買 如果那些東西都不買的話 我好像可以存更多錢 但是那些東西如果不買的話 我可能會得憂鬱症死掉 所以在這兩相權衡的狀態下 我還是 消費了 然後呢 嚴格說起來 我今年只買了兩條口紅 算嗎 一條是在郵輪上的Chanel 那另外一條是同事送我的 啊 還有一條是DA送我的 所以我今年就只有入手三條新的口紅 其他都沒了 後來我發現呢 我用那兩條用得好好的 就是那幾條就夠我用了 所以其他口紅 我很少碰它 除非 我現在跟你們拍片 我想要換個唇色 不然出門 我都擦索 因為我那一條比較多 就是一個裸色好氣色的感覺而已 真的發現自己 不需要那麼多口紅耶 就是從不消費這件事情 你就可以感受到 其實我物質生活不需要那麼多 我底妝已經用光 用光 兩個氣墊 一瓶粉底液 用光 你們這輩子有用光過粉底液這種東西嗎 而且我現在在開瓶的那個粉底液 也快見底了 我就覺得自己好棒喔 真的有把一個東西用完的感覺 不然以前都是過期丟掉 現在都沒有這種浪費 我覺得自己很棒 給自己掌聲鼓勵 今年的家飾品 我也真的沒有買任何一個家飾品 你們如果看我的Instagram的話 可以發現我那些東西很久沒換了 就那些布置物 很久沒換了 因為我真的沒買什麼家飾品 其實不消費的一年執行下來 我最大的心得就是 剛開始的第一個月 你會很像有戒斷症 你會很痛苦 你會一天到晚去看那些購物網站 可是久了之後你就發現 沒看也不會怎麼樣 沒買也不會怎麼樣 以前沒有跟到一季最新的流行 就覺得自己好像做錯了什麼大事 然後好像會跟不上別人的話題 但事實上是 你如果要跟別人的話題 你只需要了解那個東西 而不需要實際的去購買那個東西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個月 甚至第二個月 快速借斷那些會讓你消費慾望的誘因 最好的方式就是那些網美的頻道 很漂亮的Instagram 通通都取消追蹤 我知道這很難 但是那真的是滑而不實 等到你真的可以完全的 把那慾望控制住的時候 再把它加回來 至少我是這樣子 我真的前半年 完全沒有去看那些網美們的頻道 退一步來講 很理智的看你現在這個狀態 然後告訴自己說 你沒有那個東西也活得下去 我今年唯一一次破戒的就是 去日本東京一番街的那一支影片 那個真的是我超大破戒 真的沒有再客氣 其他這時候真的是確定 那個東西是我需要的 我才會拿錢包出來刷卡 今年我還是有消費 我希望我明年能夠對自己更嚴格一點 因為接下來有開始一些責任在了 明年有一筆很大的花費就是 裝潢房子的部分 然後結婚說真的也要不少錢 所以我明年大概又是一個吃土的狀態 我怎麼always都在吃土啊 到底發生什麼事啊 別人做youtuber都是越做越紅 越做越有錢 為什麼我做youtuber是越來越窮啊 合理嗎這個世界 踢功倍啊 反正不消費的一年有讓我開始 更謹慎的審視自己的賬單 更謹慎的觀看自己的購物欲望 這個信條我會繼續堅持下去 我本來以前消費是滿足感 我現在消費比較像是罪惡感 因為買了之後會發現不需要 然後就會覺得自己下次不要這樣 糗了之後就會有個訓練吧 你也跟我一樣在進行不消費的一年嗎 如果是的話 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分享一下今年你過得如何呢 沒有那些物質生活 你是不是一樣過得好好的呢 在下方留言讓我知道喔 我是那顆烏喵 在2020年我會繼續跟你一起 成為更好的自己 讓我們一起努力加油吧 喜歡我的影片請記得訂閱按讚加分享 我會在這裡 繼續跟大家一起成長喔 我們下一支 Neko Talk Time 時間再見 大家掰掰